而在台南市金发局还有一名陈信职员 被四家手机职这个销售公司控诉诈骗 造与怎么回事 这陈信男子一月底的时候 以金发局办尾牙要抽奖的名义 向这四家公司购买260多万元的手机跟平板电脑 厂商还亲自到市政府面交 但是都迟迟要不到贷款 等到这个过完年假 这名职员已经因为矿职被解雇 厂商根本所讨无门 郭先生拿出货款单据 要求台南市金发局一定要负连带责任 因为一月底一名金发局诚信员工 以市府名义向郭先生的公司买了12只智慧型手机 结果钱没付就离职落跑 同样受害的共有四家厂商 他也盖上了他的纸张 然后并要求说我们的发票 要开台南市政府金发局 然后给我们同一边 所以了解有几家厂商 包含我至少有四家 有一家基本比较多了大概一两百 一两百 根据了解台南市金发局投资商务科一名陈信男员工 一月底就以金发局办尾牙要抽奖 送给议员的名义 向四家销售公司买了一堆平板电脑跟智慧型手机 总共两百六十几万 但厂商迟迟要不到货款 等过完年假再找人 陈信男子已经因为矿值被解雇 赖账两百多万 我们就是把货品连同发票 然后一起送到台南市政府 我非常肯定他目前 他那时候在做诈骗这个行为的时候 他还在里面认识 而且是在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 当时由于购买金额庞大 厂商也曾质疑为何不招标 却被陈信职员撒谎带过 害四家公司白白损失 找不到男子只好找上金发局要求负责 这件事情的话 纯属他个人的行为的话 一规定的话 他给这公司依法处理 虽然陈信男子购买手机时 仍是金发局的员工 金发局却认为这是他个人行为 只能由阵风市调查 四家被骗厂商若没有集体提告 找出行骗男子 恐怕真的让他逍遥法外 专时为赖贯彰谈的报道 好 好 好